一本好书 推荐给您 大家好 我是库库聪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天才的人间力 宁木一朗 五十一则超越野球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由运动世界专栏作家 仿如人称油精大的张油精所撰写的一书 此书是由五十一则故事 分别叙述日本的国报人物 宁木一朗在棒球场上的奋斗一生 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坚持持续的执行计划 若您是一位棒球迷 想必对这名字一定不陌生 宁木一朗是一位在每日职棒长达28年间 获得打击王 安打王 打脸王 盗蕾王 金手套 年轮MVP 以及突破世界纪录的4367只安打伟大的棒球员 而这位伟大的棒球员 一切的传说得从小时候说起 你能想象 从你小学时期还在跟其他同学打天洞 四处玩乐的时候 一朗就已经每年只休息5天 其他的360天都在放学后进行严格的棒球训练吗 在幼儿时期 开启林木一朗的棒球之门是林木一朗的父亲 而成为终身棒球人 立下目标则来自林木一朗从小选择走向伟大的道路 这条路势必难行 也并非林木一朗自身棒球天才而选择 而他是以超乎常人的坚持到底彻底之心 做每一样能对棒球有帮助的抉择 一流的职业选手 对于他的身材工具也势必是顶尖的需求 除了对球具的完美程度 近乎苛求 另外 对于球具的尊重与感谢 也是历历在目 像是和球棒一起睡觉 还有像是因为成绩不佳 将球棒砸坏 最后还跟球棒的制作师傅特地道歉 看得出来他对球具的这份尊重 而在这些精准十足的球具当中 道出了一个个日本大师级的匠人故事 看到林木一朗跟这些匠人的互动 宛如身在战国时代 一代豪杰与刀匠相知相惜的场景 套用到我们生活 当你我踏入了职场之后 从新鲜人变为职场主力这段时间 是否有解释过陪伴你的身材工具 有没有被好好的珍惜呢 也许善待工具不一定会带给你确实的回报 却能减少因工具出状况而错失表现的机会 朗神的传说在我的国高中时期出现 但对于我这种见识狭隘的棒球迷 以及当时国外资讯尚不普及的情况下 应约约好像在新闻上听过这个靠安打建成的超级日本选手 直到台湾之光王健民在洋鸡队的好表现 带来风靡全台的早餐垫打线 我才得以直视美国大联盟 见证这位日本的国宝骑人物 并从网路上疯传的伊朗雷射线开始 看朗神一幕幕表演Nice Play 见证了大联盟3000安 以及美日联盟合计4367支安打纪录 近日在大联盟吹起现象级的怪物选手大谷祥平 天天都以二刀流之姿 创下大联盟难能可畏的纪录 两者同为日本出生的选手 都在棒球路上为世界顶尖的选手 但其心路历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而因大谷旋风 因其大家探讨的大谷曼陀罗计划表 对比书中所提到林木一朗小学时期 那有着像KPI报表一般的作文 我的梦想都可以看出 两人为了努力达成目标 便能勇往向前 天才的人建立林木一朗 51则超越野球的人生智慧艺术中 还蓄势按照朗神的成长推演 但拆开来看 每则故事 也都有其各种深奥之处 透过此书 让我知道 除了朗神能在移动日挤出安打 三个打数挤出50安打之外 带给我更多朗神对于人生精确态度 进而遭就不凡的一生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帮我点个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各位小小的动作 是我大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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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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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法学短正 tidak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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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